你好 欢迎收看7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慧 花莲连续29天零确诊 加上乡亲疫苗施打率很高 金典区正问呼吁大家 第三轮疫苗即将要开打 请18岁以上的乡亲 能够赶快上网来登记施打疫苗 让花莲的施打覆盖率能够提高 另外 下个星期有可能台风会清洗台湾 也请乡亲们要做好防台准备 花莲连续29天零确诊 对花莲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可以说是提振士气 现在学中委也感谢各单位的协助 以及乡亲的配合 加上花莲县疫苗施打率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由于第三轮疫苗即将要登场 主要是以AZ为主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也故意相信 在19号中以前到1922上网登记 我们第三轮 第三轮的这个意愿接种的登记 那延长到7月19号的中午12点 延长到7月19号中午12点 也就是下礼拜一中午12点之前 你都可以去预约 那除了已经预约的人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如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原本只是想打莫德纳疫苗 那可能莫德纳疫苗可能要比较晚才能够 就是因为目前国内 对莫德纳疫苗要施打的话 可能要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那如果心意有点改变的话 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上这个预约系统 然后做一些更改和更正 那目前来讲前几轮 那可能都是以AZ疫苗为主 所以如果你要去想早一点施打疫苗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些更改 现在学生委员会议相亲 台风即将在下星期二清洗台湾 也请大家做好准备房台的工作 与正位也要提醒我们所有乡亲长辈 现在上离台风还有一段 一小段时间 尤其现在是周末 其实我们更可以透过周末 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居家环境 无论是植栽把它固定 或者是我们的树木 把它这个修剪 还有我们居家旁边的小水沟 属于我们自己家庭周遭的 也把它把它清理干净 梳理干净 那至于也呼吁我们各乡镇公所 无论是我们沟渠的清淤 或者是我们的河川 书郡九河局的部分 我们都一起在这几天 赶快把它处理好 我知道九河局的部分 已经对于我们修库卵西 我们参观排水的出水口的部分 已经有做了一些处理 我要谢谢这个谢局长 那至于我们其他的部分 就请我们无论是公部门 或者是我们自家环境周遭 都能够先做好环境清理 还有房台的准备 虽然到目前还有一段时间 一段距离 但是下礼拜二到礼拜四 或许会离台湾近一点 离花莲近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做好准备 在这里正位 还是呼吁大家 花莲是一个复合性灾 灾害比较多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我们要如何跟台风 水灾以及地震来相处 我想在这里 我们要透过很多很多次的 现在正好有的机会教育 我们让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以及我们的孩子 都学会因应各项灾难的准备 现在学生表示 七八月份可以说是台风季节 唯有做好完全准备 才能够抵御风灾来临的伤害 也请相信随时注意气象的变化 提早做好防台的措施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 感谢若能复杂 宝贝 李到买的伤害 计込